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光匆匆而过 自上天宫后还从未有过如此温馨的时刻 想起在凡事曾经追逐眼前人喊三哥哥 如今却远不得尽不得 不免心生落寞 连颂看见他眼里闪过一丝伤感 又低声患 小玉缓缓地跃跃过去 轻轻地握上了他的手 他不再敢说话 生怕哪句话不对惊扰了此刻的幸福 虽知道几万年后 他们是夫妻 可他还是怕松手后心中那份无尽的荒芜感 承宇的温度叫他心安 一对蜻蜓在眼前振翅偏飞 往事缓缓又入承宇心海 那时 他说他们没有可能 既没可能还纠缠什么 承宇想把手抽出来 连颂子不愿放手 承宇骂了句混账 用力大了些 小船一阵摇晃 眼见承宇要掉入水中 连颂飞身抱起了他 脚下用力稳住了小船 承宇惊慌时 手不由自主地搂在了连颂的脖子上 此刻和他的目光相对 缓过慌张 脸一红 松开了手 连颂看住怀中清理明艳的承宇 一颗心狂跳 按捺不住身情 缓缓低下头去 这是从岸边悠悠传来帝君的声音 连颂回来喝萝卜汤 他猛地一回头 脚下失了平衡 抱住承宇落入水中 帝君看住咯咯笑的小凤酒 这是清汤炖萝卜 连颂落入水中也没放开承宇 他是四海水君 水中就是他的天下 抱住承宇没有上符 用了些法力向水底沉去 世界顿时变得安静 承宇有疑瞬间希望 如果可以 他愿意时间停止 永远和他这样在一起 可他终究过不了自己的心结 连颂亲吻过来时 他还是拳打脚踢地想挣脱 连颂呆呆地看住他 任他踢打 见他停了手把他报警 承宇心中说不出的委屈 狠狠地咬上了连颂的肩头 待他一松手 扶了上去 承宇心中说不出的委屈 狠狠地咬上了连颂的肩头 待他一松手 扶了上去 连颂在湖底愣了半天神 他心里是想跟承宇亲近 但更多的还是想和承宇早一日消除误解 带冰冷的湖水吞去他一身的燥热 连颂缓缓浮出了水面 看见帝君拿了根芦苇在叫小凤酒钓鱼 连颂湿噜噜地飞了过来 东华你故意的吧 你猜 帝君扶住小凤酒的手 小白啊 这钓鱼要有耐心 急不得 小心鱼咬你 连颂看看小凤酒 又看看自己的肩膀 美美地道 刚才抱住成鱼被咬了一口 我家小鱼就这么任性 帝君撸起衣袖 看住胳膊上一排派的小牙印 做好地道 我家小白就这么霸道 连颂看住帝君胳膊上成牌的牙印 张嘴笑住 你这是 这是任性 原来小凤酒最近总喜欢咬人 凤酒娘亲说 可能小狐狸到了磨牙的时候 还开玩笑 说给小凤酒一根棍子咬 帝君听了 想住这要是落坏小白的牙可不好 干脆豁出自己的胳膊 叫小凤酒随便咬 东华你这是要把他宠上天啊 你怎么知道我的想法 此时 小凤酒看住鱼在眼前溜走却钓不到 画了原声飞进湖里 一会就抓住条肥鱼游了上来 把鱼甩到帝君脚下 这样捉起不痛快 还要拿个杆子等 帝君笑道 你这叫捉鱼 我那叫钓鱼 培养你的耐心 东华哥哥不是说叫我随意长大 我不想有耐心 也好 我们终归是互补的 连宋甚是无奈地摇头 心道 帝君这培养自家夫人可真是下功夫 三个人向狐狸洞走 远远地就看见洞口围了不少的孩子 白衣和滚滚站在中间 走近了 那些孩子都躲到了滚滚和白衣的身后 白衣给帝君请了安道 沉想和凤酒说几句话 帝君把小凤酒递给白衣 看向滚滚 怎么了 滚滚叹气 都是来告状的 那些孩子一听 有的撸胳膊 有的撸裤子 有的拔脸给帝君看 上面都有被小凤酒给咬的痕迹 帝君盯住他们 他咬你们 那你们咬回去就是 小灰狼怯怯的说 我咬不过他 那你这就叫战败 哪个人在战场上被人打输了 还找人家爹妈告状的 调道 你咬不过小白 是你牙不好 回家找柯树抱住咬 孩子们被帝君说得晕乎乎 一哄而散 几个人进了狐狸洞 发现白衣拿了一针细小的竹棍 对住小凤酒道 你是地鸡 怎么能随便咬人 小凤酒插腰横横道 没随便 我是看准目标咬的 嗯 他们也欺负我了 东华哥哥说打不过就咬 你还敢怪罪到帝君身上 帝君那么清高的神仙 怎么会教你咬人 是我教的 连颂看见白衣一脸苦笑 真想上前撸起帝君的衣袖 给他看看 低声问滚滚 几万年后你爹把你娘给宠成啥样子 滚滚叹气道 宠上天 晚上滚滚和新女去看小凤酒时 帝君对小凤酒说 他们回去肯定都在练习咬人呢 咱们得换个战术 可我拳头没力气打不过呀 吴皇 大家要靠智慧 如果他们咬你 你就揪他们的头发 小凤酒扯住帝君的银发 就这样对吧 对 再用点力 滚滚低声对新女说 我父君从小没师父教 这些咬人揪头发的功夫 是不是都是他小时候干过的 新女鸣嘴笑笑 等我们回去 问问少婉师娘就知道了 滚滚无嘴笑道 少婉师娘不会被我父君又咬又揪头发吧 那可太惨了 四季交替海棠花开 几年的时间匆匆如飞云流石 花王的长椅上 滚滚半靠在帝君的腿上 不远处传来小凤酒的笑声 帝君揉了下儿子的头 可有不懂的地方 没有 滚滚看了一眼帝君 又低头看自己的书 这是小凤酒飞跑了过来 一把扯走滚滚的书 来追我呀 捣烂 滚滚追了上去 小凤酒看见他快追上了 化身小狐狸向前奔跑 滚滚一化了圆身 小凤酒好住 看见前面有两个人走了过来 飞身扑了上去 爷爷 白纸帝君看见扑过来的孙女笑得开心 又疯跑 抬头看见一只九尾小银狐追了过来 带他化了人形 是滚滚 太爷爷 狐帝像是没听到滚滚的话 愣愣地看住他 又看向折眼 他也发现了滚滚的真身是一只九尾小银狐 可这四海八荒 只有青秋的白家是上古九尾狐族 滚滚到底是谁 折眼上神扯了下狐帝的衣袖 他缓了下神 摸摸滚滚的头道 你父君在吗 在但 狐帝把小凤酒放下 啊 你们去玩吧 看住滚滚的背影 狐帝对折眼道 我没看错吧 他是九尾狐 没错 狐帝白只脑子里飞速地运转住 把家族里的人分析了一遍 突然道 是五姑娘 不太可能啊 他跟在墨渊身边 出事后回来青秋身居捡出的 狐帝急道 怎么不可能 不然东华那家伙 为什么抱住孩子找到青秋 浅浅是九尾白虎 他儿子是九尾银狐 这不对吗 又道 除了他还有谁 可如果是那丫头 既然有了孩子 他该跟我们说啊 狐帝气道 想必是东华附了我姑娘 折眼听了狐帝的话 想起了一件事 有次逛集会的时候 我听见东华的女儿管成玉元君叫娘亲 这就对了 东华定是附了五姑娘又跟别的女人生女 狐帝脸色铁青 我找他算账去 折眼拉住狐帝 你别这么急 我们总要找小五问下 问了他会说吗 他想说 还会等这么久吗 还敢当我孙女坐挡箭牌 看书倦了的帝君 正把书遮在脸上小气 就听一个气冲冲的声音响起 敦话 帝君睁开眼睛 懒散地看住狐帝 慢悠悠地道 何事 何事 还何事 他比你小了二十几万岁 你都可以做他爹了 居然还敢赴他 帝君看住狐帝白纸 想住难道是哪里出了纰漏 老家伙知道我和小白的事了 不急不慌得到 不是三十几万岁吗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集再见